在去年十月中 醫生證實了我患了胃癌 要我進醫院接受整個胃部撤除手術 到現在我還在做化療 正所謂老酒美醇, 老友情真 令我最感動的 原來是一群好的朋友 對我的關心和真心 當日做了十二個小時手術 我一直昏迷 後來我才知道很多朋友 原來都很緊張我 由我推出來手術室那一刻 我有一些朋友直哭得無法聽 接著他們每天都輪流來陪我 還開了個群組檢查 在搜羅所有抗癌的藥方 第一時間就通知我 還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朋友 他們都為我祈福、放生 甚至祈禱 他們要做一切一切 都令我真的很感動 我剛剛過了一個很難忘的生日 由於因為這個病 我真的沒有想著去慶祝 但我的朋友就說 Michelle這樣不行 你沒理由因為病 要停下所有活動 所有的慶祝 所以他們就決定幫我開了個戴帽 的生日派對 那天出席的朋友 全部都認識了二、三十年以上 而當日他們悉心的打扮 就算帽帽都特意去找一頂 來出席我的生日派對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生日 和以往的一點都不同 是很有意義 朋友在人生的每個階段都很重要 小孩子的時候 最開心就是參加朋友的生日會 到十八、九歲的時候 跟女朋友去瘋、去玩、去夜街 人到中年 朋友大家見面的第一個說話 就會是問 你看看哪個醫生 年紀再大一點、再老一點 其中一個相聚最多的地方 可能就是某某人的喪禮 我們應該每一天都要很感恩 因為在我們人生的路途裡 都有好的朋友相伴 而我就很珍惜我和朋友相聚的時間 我會做些他們喜歡吃的蛋糕 我會畫些話送給他們 在以前我是很專注跟我家人去旅行 但是以後我會約多些好的朋友 去遊世界去享受人生 我個人的性格是很積極和很樂觀 今次得到這個病 我是上了人生的很寶貴的一課 上天比我生存多一天 我是要好好地珍惜 和好好地去利用 我才覺得會對得住自己 和對得住很關心很愛我的朋友 到有一天上天要我走的時候 我都會很自豪地說 I do my best 我會想要我出去